欺人太甚了 這種衣冠禽獸 虧他還身居要直 高高在上的做著咱們老百姓的父母官 骨子裡卻是如此的卑鄙無恥 簡直是太可惡了 少天 你現在只認的可不是一個普通人 而是個有權有失的官員 這鬧起來絕不是小事情 我再問你一遍 你確定沒有認錯人 我拿我的人頭擔保肯定是他沒錯 第一個證明就是那輛車 這是我們四個人都親眼見過的 今天認明是誰也能一眼認出來 因為整個揚州開車的人怕不到三個 更不要說像他那樣的車還會有第二輛了 對對,找到車就等於找到人了 我相信 第二個證明,當我發現血手怕的時候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肯定那是小草的血 直到終於有人指認出未明這三個字 我立刻聯想到手怕的腳上秀了一個名字 一切也就靠上了 所以我故意把手怕放在他的車上 一來呢,是為了不認錯人 二來,就是要看看他的反應如何 要是沒做虧心事啊,他絕不可能下得面無人色 就憑這個,他已經不打自招了 還有第三,我在等他的時候 把汽車仔細地檢查了一遍 發現車後的燈破 肯定是我昨天認識到雜破的 你們說,不是他還能是誰 天哪,他竟然還適合否認 他,他怎麼能說得出口呢 這世上,怎麼會有這麼可愛的人呢 就算他逃跑的時候 並不清楚自己闖了多大的禍吧 可是,現在告訴他了呀 他撞到的,才是一個十歲大的小女孩 而,傷勢沉重的 還沒有脫離險境 他怎麼能夠不慚愧,不累驚啊 我告訴你們 我以為您這個混蛋可惡的抓來千刀萬把都不夠 就只有看到選手怕的那一剎那 他那副魂飛魄散的模樣 讓我覺得他還算是個人 今天他要是跟我痛哭流涕,後悔有加 那他也還算是個人 可他不是 他跟我一臉無辜 臉不紅心不跳 瞪著倆眼說瞎話 而且還說得頭頭是道 說真的,我當時手裡要是有把刀 我早就一刀捅過去了 他住哪,他住哪 我要去找他批命 你帶我去,帶我去 帶我去好不好 我求求你帶我去 你帶我去 君君,你別走動 想他這種人,我們才是要他付出代價 不動,我們一定要掏回你的公道 爹 走,我們到集團給你們告犯 把這個魂在身體裡反 走 爹,你們為什麼要阻止我 爹,你快出去 我要去 為什麼 爹,老爺 這要是我,貝貝 快出去 為什麼要阻止我 爹,你快出去 爹 魏局長開車撞傷了一個孩子 魏一鳴 魏局長 開什麼玩笑 余庭長 這不是開玩笑 而是千真萬確的事 哦,你們有什麼平均呢 我們企業部主撞了這孩子 是一輛豪華汽車 結果今天我們群見找到了這輛車 正是魏局長的坐車 口述無憑 你們得拿出有力的證據來才行 我撿到了一條燃滿血跡的手帕 手帕在腳上秀著魏明的名字 是他用來擦拭車上的血跡之後 隨手丟棄的 可他沒想到被我撿到了 我把他放在他在車上 魏明嚇得當場變了臉色 這還不足以證明嗎 手帕呢,拿來給我看看 我被他叫衛兵打破了 手帕當然讓他收回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才來報案呢 說來說去 你們還是拿不出有力的證據來嘛 那你要怎麼樣 難道讓我們把孩子從家裡 抬著來給你看嗎 廳長 我們肯求你立刻發出駒票 派你的手下到魏局長的家中 搜查那條血手帕 以及扣押他的車子 因為他車子的後車等 已經給我們砸破了 這兩樣都是很重要的證據 如果你不立刻採取行動的話 只怕給他更足夠的時間 去消滅證據掩飾罪行啊 這樣話 你們跑來說上一陣子 就讓我發駒票 沒有這種事 我怎麼知道 你們是不是胡說八道 人家堂堂一個局長 其實隨隨便命 可以得罪得起一點 好了 反正你們已經報案了 我會慢慢查辦的 等你慢慢查 早就什麼證據都沒了 根本是在敷衍我們嗎 你知不知道警察廳是做什麼的 那是山南空里正義的地方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身為警察 應該報了這份信做事嗎 如果你只會打官槍和 往過民情的話 你還沒做這個回事嗎 說得好 到底發不發機票 反了 反了 怎麼反了 來了 快來了 見這沒上沒下的 莫辦案子還要你們教我呀 真是豈有此理 把他們倆給我趕出去 他們再敢胡說八道 就把他們關起來 告他們誣告誹謗 殺死你們 別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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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當官的欺負人 連警察也欺負人 官官相互 那是叫我們做老百姓的 有冤也無處可訴了 都到這樣老百姓 連倒霉的資格也沒了 要是不小心倒了沒啊 那叫活該 誰讓咱們自己不小心呢 這還有天理嗎 不行 我驗不下這口信 而我要跟那姓魏的來個私量 想太嘗嘗小草現在的滋味 你別胡來啊 幹嘛不 現在除了我們自己 還有誰能幫小草討回公道 不錯 我們是要靠我們自己 但不是以報制報 從來我們這樣做的話 那跟魏一鳴有什麼兩樣呢 不 我們不說他那種人的 有理行騙天下 無理寸步難行嘛 你光會辦那大道理 那怎麼現在有理也寸步難行啊 你不要衝動 好好聽我說嘛 警察應不辦他 是想替他遮掩 好 沒有關係 我們有手 可以寫出他的罪狀 我們有嘴巴 可以說出他的罪狀 對不對 我們去揭開他的人皮面具 讓所有人認清他的真面目 人心一把衝 或者我們可以發起輿論的力量 到那個時候逼著警察聽想不辦他都不行 對 對 咱們說做就做 今晚別睡覺了 你負責寫了第一個 我去招敵人手 抄他個千百來賬 人可踢滿他大街小巷 火火他媽氣死他 神經病 縣政府稅務局局長薇矣銘 驅車將勵志國小十歲女學童小草 撞成重傷 當場逃逸 事後不推卸責任 草菅人命罪大恶极 校长何世伟 继教师裴少谦 欲请扬州地方士绅 相亲父老 同生谴责控述 不使其逍遥法外 功礼荡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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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 我也是一头雾身 这个不大妥当吧 何世伟和裴少谦 就是一个多月之前 毛遂自荐要接管 立志国小的那两个年轻人 地方父老对他们十分称道 现场是什么意思 您说这话是在暗示我什么 还是在怀疑我什么 我听不懂 好了好了 你不要激动吧 我没有激动啊 我为什么要激动 像这种造谣重伤的把戏 我又不是没见过 好吧 我只不过提醒你 你要处理好这个问题啊 我知道 好了好了 大家上班去吧 走 打我進來當差到現在 他那對眼睛今兒個頭一遭 長對了位置 平常啊 在這兒呢 你這張嘴啊 走走走走 劉長走 老婆 有 去替我查一下何時偉跟裴少卿兩個人的資料 是 何時偉 裴少卿 讓我看看你是何方神聖